昨天晚上的政论节目出奇的无聊 只有大概在最后一趴的时候 突然插进一个题目是 陈时中部长 防疫指挥官下令阵风单位 彻查彰化县卫生局 为什么对一个居家检疫 没有症状的 由国外回来台湾的年轻人 进行检验彩测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指挥官在昨天已经下令 就是请我们的阵风单位 针对这个卫生局进行正式的调查 OK 这个新闻在一般的老百姓的议论里面 我看起来普通 但是在这个医界或是工卫学界 倒是群情非常的 我不想说愤怒了 是意见非常的多了 把相关新闻细节快速用手板 跟大家做个简单的报告 彰化找出没有症状的个案 却遭陈时中指挥官下令查 台大教授的工卫学院的张长泉教授说 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很难过 他回应说台湾到底怎么了 彰化县的卫生局採检 无症状的十多岁美国回台少年的案485 只有确诊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却下令阵风单位调查 此事厘清为何採检的决定 那一般人讲说阵风单位负责的是相关弊案 那这个事情是弊案吗 如果是检验的技术有不同的角度 或具体整体的防卫政策的一致性 难道要动用到阵风单位吗 没有其他可供协调的平台 或是意见互相交流的管道吗 这是很多人担心 那这个张长泉被问到这个事情 他发文提及 今天有三则令人忧心的疫情消息 包含彰化县卫生局积极检测 帮国家找出无症状者 他认为彰化县的地方卫生局 是积极主动检测 帮国家找出没有症状者 却遭阵风调查 搞不懂政府为什么这么做 台湾怎么呢 他认为非常的难过了 相关新闻包括张华县长王惠美说 尊重中央的防疫中心的做法 静候调查结果 那这个事情的当事人 张华县卫生局长 叶燕博也低调回应 既然要阵风调查 那我们就静待调查了 但他没有进一步说明说 卫生局为什么要对这个居家检疫的 由国外回来的这个年轻的 这个朋友 而且他没有症状 他目前并没有典型的所谓感染症状 要进行抽血检验 为什么 我在家乖乖的居家检验 我也没有临床症状 那你为什么针对我来做抽血检验 昨天政论节目已经扯到说 这个小朋友的爸爸是一个有力的高官 哎呦 这个也有点 我们在逗悲来消息我也不知道 陈时中令阵风查吹哨者 今天联合报有一个短评 我想把吹哨者拿出来问题就严重了 地方政府勇于认识 弥补中央的防疫的可能漏洞 我在吹哨 结果你来处理我这个吹哨者 是不是怕防疫的神话倒了呢 哇这话就听起来很严重了 他说卫生局超前部署 他说卫福部不先奖励地方的卫生局超前部署 防堵了可能的社区感染的缺口 反倒先动用阵风查起吹哨者 难道只因担心被戳破了防疫神话的假象吗 这话也真的很重了 我国的防疫成绩单 这个有目共睹 也在世界排名前茅 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个神话 那么到底在怕什么 还是联合报有他某种程度的偏见 我们可以开放的来来讨论 他说这个难而台湾自己不普筛 因为这个我们的目前中央的疫情指挥中心 其实是不主张普筛的 而且提出很多公卫以及科学上面的见解 但是说不主张普筛 却不断有台湾入境他国的个案被确诊 今天早上有两个嫌疑个案 就是说从台湾出去到越南到哪里去 结果到当地发病了 所以人家的发疑说 你台湾到底有清晰还是没清晰 你们宣称没有社区感染 那为什么从台湾来入境我们越南 或其他国家的朋友们却染上了新冠肺炎等等 所以每次疫情中心讨论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总能颁出一套说法 设法不将其算在本土确诊病例上 好维持表面的低确诊率吗 联合报批评说 根本在做表面文章 真实的疫情状况你在怕什么 为什么不能透明的让全民知道 那这个中央下令对彰化卫生局 透过阵风来调查 那一届普遍声援 我不敢讲普遍 至少我大概接触几个的时候 应该把它说得更相对清楚一点 那一届有个说法说 防疫不该一言堂 真的是一言堂吗 陈时中部长仗着他的所谓防疫的 这个光环已经开始在做 专业的所谓思想戒严 或是意见戒严了吗 这些意见 这些声音应该一开始 就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 不然以后会形成一种对立性的偏见 那这台湾的防疫 有可能自己就把自己搞破功了 那张华县前医师公会的理事长 蔡明忠先生也发了一篇信 他对这部分也提出相当多的质疑 那因为之前这个大家说 为什么普塞陈时中部长说 因为比实施普塞更便宜 所以我们有第一线的医师来帮忙把关 这个说法让很多第一线的医生觉得说 我们变成医奴吗 你不普塞叫我们在第一线帮你做普塞吗 这些争议实物零零种种 听一下这个浩宇的意见 第一个部分就是 其实每一个国家在处理防疫上 他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有一些朋友 他去一些国家 他们是要先提出证明 或落地的一个检验 那台湾现在外籍人士入境 其实他也要一个 就是一个阴性的证明才能进来 所以这跟普塞其实有点像 只是由他们出钱 他们在国内带着三天内的普塞的一个检验证明 所以事实上其实这就是一种普塞 可是是由国外来做 那台湾这边的方式跟其他国家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在14天的隔离上非常的严谨 很多国家他不严谨 他是入境普塞 我普塞完之后我就把人放进去 那但是这会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第一天测试阴性 你放进去之后三天后 你是阴性吗 还是随时都有可能感染 普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 我今天全台湾就在普塞完了 我能保证明天没有 这些普塞过的人 没有任何一个有症状 或者突然发病 所以普塞其实是有 要耗费很大的资源 而且非常危险 但是结果又不确定性高 有非常多的国家使用的方式 是入境普塞 然后三天之后我就放你入境 可是这些国家爆发的一个 本土感染都非常多 因为它就是放 那如果从今天引起争议的 这个彰化线的这个年轻朋友的个案来看 您认为这个争议有它的必要性化 为什么动用到阵风单位 其实指挥中心之所以 它会有这样的规定 什么样的人才要验 就是因为其实 最近比较新的一些研究都发现 比如说新加坡的研究就发现说 这个肺炎的病患 11天之后就算是确诊 它传染力是趋近于零 那德国是说8天之后 传染力降非常低 所以台湾目前使用的方式 就是14天隔离 那这个年轻人 14天在居家隔离 那为什么县政府会去特别 我用特别两个字没有恶意 那我会拖我 特别去拖这小朋友 他有什么背后的资讯 应该有进一步被揭露 为什么特别挑他呢 我想台湾就是入境这么多人 真的非常多 那一定有可能有这种无症状的一个病患 可是台湾的方式就是不管你有无症状 我就是隔离14天 那以一届的最新的研究 14天之后安全性就比较高了 就算是他还是验得到 那你认为彰化腺卫生局凭什么说 看到这个无症状 而且按照政府规定 在做居家隔离的年轻人 我特别把你找出来 再验一下 再发觉说 你是有感染 但你只是无症状 那变成是个确诊个案 你认为彰化腺卫生局做这个市警系 热心的防补中央漏洞 还是公然违抗陈时中部长的意志 这个基本上就是比较可能是 因为真的没有症状 我们没有听过说没有症状还要筛检 事实上台湾就是非常严格 我就算你没有症状 我也是隔离你14天 他从国外回来 对也就是14天 所以14天之后传染力就极低了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台湾这么多出境有验到一些个案 他也并没有造成社区的感染 最主要是我们就已经14天的一个隔离了 那事实上病毒有些人 像我自己身边的一个长辈 他就是确诊者 他得了就是他去了某一个邮轮 然后后来就确诊 我后来见到他 他其实根本没有症状 可是他在医院住了30天 因为我们台湾是要就是 要把病毒都去除光了才给存忘 但是后面有没有 有人还住好几个月都有 就是事实上 那后面有没有传染力 没有嘛 那些是死掉的病毒 或正在排除的病毒 他没有传染力 可是还是照样做比较严格的隔离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做法 比其他世界各国 我觉得更严格 就是14天 无论你有没有很多隔离 浩宇你政治的敏感度很高 你认为这件事情 如果中央跟地方不出来做科学上的一种对比式 我强调对比式 我为什么这样处分你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把资讯充分揭露的话 你认为会不会变成一个政治事件呢 变成一个独裁的陈时中 欺压一个弱势的地方 热心的地方的防疫工作者 会不会有这样的结论出来呢 事实上今天早上我们看到的是像海峡 就是对岸的一些报纸 已经开始攻击陈时中了 那这些攻击陈时中的手法 其实跟台湾是我觉得是完全一致的 那重点就是 如果台湾的疫情真的没有控制住 医院是第一线 你去看急诊室 事实上今天早上 我遇到另外一个医员 他是做殡葬业的 他跟我说前半年 死亡人数很少 反而他们没生意 我表弟那种开业医的 行李有九百 他说戴口罩 我说你需要这个 戴口罩不会传染嘛 需要救助吗 事实上防疫还是有帮助的 就是大家戴口罩 然后我们整个防疫的状况 我觉得是好的 那至于有没有防疫破功 其实大家就看 我们生活的状态嘛 你有看很多人一直冲医院吗 或医院的这些 负压隔离品牌有没有满床 真的没有 而且是超很多的 好方伦刚才 来来来来 再施起来 我先讲一下 补充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问这件事情 到底是发生什么 对怎么回事 据说陈时中下午会自己说明 然后呢 说他们 校正风查是因为用工费筛检 有规定的流程要项 就是说他不是说用工费筛检 可是你每一个人都可以筛 所以在那个行政作业上面 还有从筛到验到通报 还有你要筛的对象 所以这些都是 有一个流程 OK 都是 有一些标准的设定 OK 都是这一次这个疾病管制的 一个 一个 一个要项 那所以他们要查的是说 彰化县政府的流程通报 并没有符合那个规定 所以我可不可以做一个小结论 说不是处分你地方政府的热心 而是认为说 你在这个行政的座位上 可能有一些违背相关规定的 他的讲法是说 不是陈处彰化卫生局 OK好要讲好 然后是要查 陈丰要查的是说 那个流程到流程中间 是不是有什么没有被遵守的地方 有没有一些文书上面的 可能的伪造或者什么 不知道 因为他们并不符合 你必须去塞他的那个案例 所以听起来是这样 不应该像联合报把它解释成说 有人吹哨 你就说你把他钓去 我觉得那个有一些扭曲了 就是说好可怕 怎么变一言堂 一届都反弹 我觉得可能话没有讲清楚 然后受到资讯的人 也没有去搞清楚 说那个过程是怎样 OK 那我真的很想请教一下 问一下实际姐 如果这样的话 为什么是用阵风去查 我刚不是讲了吗 问题的症结点在于说 我刚不是跟你讲了吗 今天这个同楼到尾 我觉得彰化县卫生局 做的事情是卫生局的公务人员 应该做的事情 他认为我现在手上有这些 不是田航伦 你是没有听懂我刚讲话吗 我就是在告诉你说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疾病 他所有的通报筛检 然后验出来 以及接下来的就医和隔离 医护的防护 这些流程是必须要被通报管制的 是 那现在的问题 他要去查的 就是你没有按照这一条流程去查 所以没有人在指责彰化县卫生局 说你做错了 只是去查说在行政的作业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 我觉得行政作业上的流程 其实这样我们 卫福部它是个中央局管单位 对不对 他简单的发文说 我想要厘清一下你们这些过程 有时候在防疫的这个阶段 我相信每个人都兢兢业业 每个人都很在乎 是 为什么我会认为说 彰化县卫生局做的事情 我说老实话 为国为民 如果今天都不查 如果真的爆发社区感染了 该怎么办 当然浩宇刚才讲的很多提案 是说什么14天之后的 承软力会归零 那我再举个实际的例子 为什么我们会有女同学 到日本之后才被验出来 那个是阴性 对 所以有可能有阴性有阳性 也有什么阴性还养的 这个很多 所以 因为这一次COVID-19的状况 非常的诡决不清 说老实话 变种多少次了 我们都不知道 所以在这个阶段 我个人认为 尤其这种所谓的高风险族群 去验去检讨 我觉得这是对的事情 那 陈时中现在担心的是什么 糟糕了 我要走下神坛了 赶快必须要拿几个人记起 拿几个人开刀一下 为什么他在害怕 因为 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说 如果防疫一旦出现了破口 大家一定会开始指责 一定要找战犯 我觉得这个再正常不过了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陈时中你必须要把你应该要的 所谓的防疫专业拿出来 就跟当初一样嘛 我们怎么样面对小民的 怎么样面对这些人的时候 其实对于欧美也好 或者其他国家的回国的旅客也好 我们就应该要提出很明确的说 就来做核酸检测 就来做相关应的检测 为什么不行 明明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去讨论的 所以科学问题 科学讨论 这是我说老实话 我很喜欢柯文哲这句话 科学问题就是科学讨论 不需要去扯什么 怎么制度面 那刚才你说 这个这个 陈时中部长 担心从神坛下来 那这个是用一种科学的判断 还是一个政治的推论呢 所以我认为他在政治推论 我认为是 我认为陈时中现在在 在为他的政权保卫在 因为其实他现在也很紧张 来听一下那个 那个保证的意见 市长今天早上有没有被赌麦奖的事情 这个我是想要来讲一下 因为其实 的确刚刚像慈禧姐还有提到说 这个行政流程 或许其实本来政府他就有一套 他自己原本要走的SOP 用公费做这个核酸检测 那既然是有一个流程的话 那现在彰化卫生局 他可能真的是不是这个错过了 或是他不小心越线了 有这个情况的话 好的确我觉得去调查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你已经毕竟就是做出这样的事情 但我觉得其实卫福部 或许可以再多做一件事 就是可以用他的公卫专业 再去跟彰化这边来讨论说 那接下来到底要怎么样去防范 或是再进一步的去防疫 如果真的我们都担心说 有一些不小心的破口在里面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 我们去做一些相关的筛检 或是裁检 我觉得可以去再多一步这个讨论 因为这样子的话 可能相对比较 要不会让一些医界的人士有一些反感 或是觉得说我们明明好像 帮大家找出了一个确诊的案例 为什么你反而要来怪我呢 其实这是大家会觉得 有一点点小不公平的地方 当然就是整个流程 如果需要去按照原本的规定的话 我觉得也是正常 OK好 非常谢谢世伟都秉持着科学专业态度 来做一些政治性的一些想象 我特别提到想象 因为这个我昨天看第一时间的讨论 说真的有点 对我国的防疫到目前 是提出很多的质疑 那我觉得这部分应该要静下心来 那下午听听陈时中部长最新的说法